林卡可勒不止瘦身人是爱喝 连美国前总统川普也爱不释手 但要小心喝出问题可能提高中风风险 凶手就是号称不含热量的代糖 美国心脏协会最新研究花了十年追踪 二十多万名三十七到七十三岁的民众 发现每周喝超过两公升代糖饮料的人 发生心律不准现象 心防战动的风险 比不喝饮料的人高出百分之二十 可能引发中风风险 研究指出大量摄取添加糖精 安塞蜜 阿斯巴田和三绿蔗糖等代糖的饮料 对心脏的危害远远超过含糖饮料 除了减肥人士爱代糖 许多糖尿病患者也靠它享受食物的甜蜜 饮料之外代糖还可能藏在汤 面包 蛋糕 洋芋片等各种食物中 研究主要作者表示 虽然由于饮食的复杂性 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把食用代糖 跟罹患心脏疾病划上等号 但危害仍然存在 这些糖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最佳提醒过渡时期 可以用寒天然糖分的水果代替 至于饮料还是少喝为妙 多喝水才是上赏策 夏丽新闻六爵鱼报导